这个球进啊 包括双方的交手来看 呃 徐海东还是比较 过来点 翻决赛当 啊 漂亮 赛车身就马上变现 冠军 为大家所熟知 这是大满贯李小霞的爱人 所以他还是需要把球尽量的过渡到 嗯 漂亮 哎哟 选手啊 怎样捍卫自己国家一队队员的荣誉 就是形成伤持 多一些 所以球呢也会带有一些侧悬 决赛当中是赋予了来自黑龙江的许英斌 获得第四名 这总是很沉重 嗯 漂亮 嗯 漂亮 打 哦 这个球真的更要看两个人的智慧 看谁能够把落点和节奏变化得更好 嗯 漂亮 十一比十二 嗯 这个球摆了一个半出台对方挂起来之后 一上来是一个运气球 哦 哦 对 嗯 空 哦 哇 对 看来 走 啊 连续白短 是这个纸板选手所擅长的 这两天也是周末 嗯这个球 局点 这样11比6徐海东再下一筹 目前大比分 有时形成相持 连续正手拉住 这球最后徐海东的站位 站得有一些远了 我们看两眼宁是率先调动到徐海东的中路 先把他打动 都是被对方全台反拉 都是被对方全台反拉 哇漂亮 新战术的能力 出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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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订换 出雷 出雷 rast 可 出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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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方战车第四局比赛 嗯 漂亮 主要还是要摆脱许海东对他前三百的控制 嗯 漂亮 嗯 好球 嗯 还是要咬住 又形成正手的相持 嗯 铺手的时候比较犹豫 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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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嗯 这样十一比五徐海东 目前徐海东三比一领先 把球打简单 现在还是牢牢的 啊 啊 梁颖颖所在的河北是获得了第四 嗯 好球 三平 加释放 去拼对手 啊 十块钱一张 观众朋友们就可以在周六日来到现场观赛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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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奖救 嗯 嗯 漂亮 漂亮 这个线路打的稍微有一些死 三个人都是在国家队 正手相持 九平的两个关键分 梁晏宁处理的非常 找到胸和稳的结合点 好球 漂亮 不让对手那么舒服的用正手侧身 这个发球 最后一个反拉 11比5 4比2 来自辽宁省体育学校的徐海东 战胜了来自河北新极市 乒乓球体育运动学校的梁晏宁